好酷喔 真是生活駭客欸 WOW 好了 來了 智障的... 什麼東西啦 這到底是怎樣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光 我是馬毛 最近我在Short 常常看到一些 生活駭客的影片 生活駭客 然後有的看了都覺得說 這真的有駭客到嗎 是不是那種很奇葩很北極的影片 對啊 看了不會讓你們血壓升高 然後爆氣嗎 我覺得我們今天要來做一個 爆氣大挑戰 今天只要我們受不了爆氣 好 我們就算輸了好不好 我看今天我應該是 沒辦法撐過幾題 對啊 我看... 我跟你講 我看封面我就會爆氣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好 第一部影片 他吃東西沒有辦法 嗯哼 蛤? 好噁心喔 怎麼會有人 吃不到 好麻煩喔 然後就背了一個馬桶蓋在上面 這樣吃啊 我想要問他 你... 你媽伸手給你是在幹嘛的 哈哈 哈哈 不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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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噁欸 你要去哪裡生一個 你乾淨的馬桶蓋 然後拿來... 他可能去大賣場買馬桶蓋 你就為了吃壽司 欸 好怪喔 OK 他在化妝 啊沒辦法化喔 好難化喔 蛤? 蛤? 剪了一罐頭髮 我是不是為了這剪頭髮的 蛤? 這是什麼啊 把它綁起來 這是幹嘛啦 欸 左邊 對啊 那個罐子裡面裝的是什麼啊 噗 啊 罐子裡面就有 一樣功能的東西 可是他要剪掉自己的頭髮 我真的是傻眼欸 最讓我匪夷所思的是這樣的影片 觀看顧超級高的 我真的是非常不懂 OK 手 這是...史萊姆喔 這是什麼 會... 會凝固的東西吧 會凝固吧 凝固了 蛤? 這是在幹嘛啦 那是三小 為什麼要拿那個東西來洗澡啊 還是他覺得就是 有那個泥沙 然後就可以增加摩擦力 就可以去角質之類的 可是 去買東西 去買 去買那個刷子好不好 對啊 為什麼有必要嗎 你買那個 融化的那個東西 我覺得錢都可以花在正常的東西上了 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 啊啊啊啊啊 看了看了 看了心臟病會發作 我真的很好奇這些人是 腦袋撞到什麼才會想到這些奇怪的方法 來我們看下一個 爆米花 然後他說他是加的是那個 焦糖糖漿 然後 然後... 所以 他的意思是 啊 我們沒有焦糖口味的 我們加了 焦糖口味進去之後 就是焦糖口味的 我有一個疑問耶 他怎麼拿到最下面的啊 他那個糖漿在下面 所以下面是葛道的 可是上面才是原味的啊 所以這個 請問這個行為的意義 在哪裡 在哪裡 是狗狗 好可愛喔 這是... 花生醬 蛤 貼在上面 啊狗狗就能洗澡 如果他舔完了怎麼辦 再繼續加嗎 而且其實老師說浴缸 滿髒的耶 而且... 很麻煩 好嗎 你... 洗個五秒鐘 等一下 狗狗舔完花生醬了 我們趕快關水 再繼續舔一個 再繼續洗 再繼續洗 而且我看到狗狗蠻乖的啊 你幹嘛要這樣整我 這是一個看著頭很痛的一個影片 這什麼東西啊 鑰匙 這是一個模具 然後這是那種大樓感應卡 然後... 熱熔膠 哦 套上去 又是奇怪的 然後呢 凝固了 拔出來之後就變成... 哦... 這個好像還... 還不錯 他就是 拿那個 腦袋形狀的那個 鍵膜 哦他把感應卡 鎖在裡面這樣子 放在裡面然後倒進去 做出他想要的腦袋形狀 哦這還可以接受 只是有一個 我只有一個想要抱怨的地方 那東西太醜了 那個造型太醜了 這蠻醜的 但是... 蛋蛋皮還是腦 哦我也是蛋蛋皮 蠻醜的好不好 粉紅色的 哦這是... 奶油嗎 奶油... 蒜頭 塞滿 更多的蒜頭 好多蒜頭 這是在幹嘛 這是... 香菜嗎 不是不是那種... 巴西梨喔 哦... 融化了 然後... 熟了 熟了 加進去... 然後冰起來 就變成... 哦... 蒜香... 哦... 這個還不錯耶 這真的有駭客到 這個好像沒有那麼智障 對啊 剛剛前面有些蠻智障 像馬桶蓋我是真的不懂 然後這個的話我覺得... 欸... 有點學到喔 而且... 步驟蠻簡單的 是啊... 就是你把它融化 然後冰起來 就可以變成像那種香蒜的那種... 而且是可以吃的 不是像剛剛那些都是... 對... 不知道幹嘛的 可是...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那些蒜這麼多 就這樣浪費掉了喔 大蒜那些... 應該是有其他的... 用途嗎 對啊... 它沒有弄出來而已 沒關係...我們來看下一個吧 這個我覺得還不錯 眼鏡 它是... 無眶眼鏡也阿神那種的 蛤... 蛤... 這是...什麼啦 小狗猶... 你需不需要我幫你做一個 我不要... 我不要... 來 啊... 很難過嗎 嗯... 來... 沒哭到 哈哈... 沒哭到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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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關門... 哇...好亮喔 太亮了... 他有穿內衣嗎 欸...等一下 WOW... 真是... 好酷喔... 真的生活駭客耶 WOW... WOW... 學起來... 太實用了... 這太實用了一定要學起來 好丟臉喔... 你們真的敢這樣子出去... 我的天啊... 啊... 賣片... 好了來了... 智障了... 什麼東西啦... 這到底是怎樣啦... 啊... 我...我... 無語啦... 蛤... 吃個賣片好難耶... 我覺得是... 他應該... 頭腦有問題吧... 我跟你講... 發明湯匙這個東西的人... 他應該... 氣到從棺材跳出來... 跳出來... 真的... 是有... 有沒有... 啊... 好...我知道了... 他這個... 他這個行銷手法就是... 故意做那種... 很智障的事情... 讓你看得很... 覺得很不爽... 受不了... 可是他裡面還會摻雜一些... 好像... 有那麼一點... 用的東西耶... 欸... 這一個... 但目前這有一個... 然後其他都是一些... 非常... 詭異的東西... 你會... 吃湯匙吃到這樣子... 啊... 啊... 在背面吃不到... 啊...啊... 要把它敲成這面這樣吃嗎... 我不知道... 但凡是有一個... 有正常智商的人... 都不會這樣做... 所以我... 我不懂... 拍這影片的動機是什麼... 這叫做... 心臟病挑戰吧... OK... 香腸... 從包包裡面拿出香腸... 所以... 剛吸管... 不會吧... 不死...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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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還能再更誇張一點嗎... 他在打電動... 然後他說... 他空不... 手... 手... 不下來... 厲害... 厲害... 這還蠻生活駭客的... 這個屁駭客... 懶人生活駭客... 你在打電動... 然後你沒有手了... 就趕快按下電動... 讓他餵你吃葡萄... 啊... 請問一下... 在吃的時候... 如果你現在玩Apex... 前面有三個人... 恩... 回來就死了... 好嗎... 欸... 他們在聊天... 欸... 襪子破洞了... 襪子破洞怎麼辦... 欸... 你可以不要在男生的面前... 做這個事情嗎... 欸... 那男生的神經也是蠻大條的耶... 我覺得不是... 神經夠大條的問題... 你就把它脫下來... 好嗎... 不是不是... 那... 你穿的時候是不會發現... 那麼大一個洞耶... 那麼大一個洞... 屠上去到底有什麼意義... 你踩人家地板上... 人家會看到那個黑黑的好嗎... 沒有... 他可能覺得很快乾掉了... 搞不好那是他家... 我不行喔... 我真的不行... 我就... 啊... 不好意思... 我的... 那個襪子先脫下來... 欸... 他有個情境... 就是他... 塗完黑黑之後... 然後他... 就是... 他們可能... 等一下要脫... 脫襪子之後... 好惹喔... 沒有東西可以靠著... 怎麼辦... 像框的... 等一下... What the... What the fuck... 你去買一個套子不香嗎... 對啊... 欸他後面貼了那麼多漂亮的貼紙... 然後他那個要撥下來... 不就整個都... 毀了嗎... 這個... 這個我真的不行... 好不好... 各位... 你們可以把那個... 氣爆指數打在下面... 你們看到那些影片... 你們可以說... 幹那部影片我真的不行... 幹真的嗎有個智障... 好不好... 我覺得我們應該去買一個什麼... 測心脹... 心跳的那種... 然後他就黏在這裡... 放著我真的會高血壓... 那個血壓如果... 爆超過... 130以上... 我們就懲罰了有沒有... 對啊... 這就是... 忍耐自己心靈飢餓的影片... 欸這個企劃還滿... 滿那個的欸... 我氣自己... 然後還要懲罰自己... 到底是怎樣... 這是懲罰自己的影片欸... OMG... 我們要吃披薩... 吃披薩... 是冷凍的... 怎麼沒有加熱呢... WOW... 放鋁箔紙... 喔... 怎麼這麼聰明啊... 我都沒想到欸... 真的欸... 而且還用吹風機吹欸... 喔... 看起來好好吃喔... 喔... 這要吹多久啊... 哇... 手都不會被... 熨斗燙到欸... 欸...而且很油欸... 我如果在沙發這麼做... 我一定會被毛毛打死... 真的會被毛毛掐死... 真的很噁... 不要這樣... 是... 看起來還滿有趣的... 老實說就是... 他們做一些... 滿另類的一種做法... 我無法接受... 只是... 沒有必要好不好... 買個烤箱... 真的... 買個烤箱... 拌微波爐也可以好嗎... 拜託啦好不好... 再怎樣都不是用那種奇怪... 欸... 吹風機是怎樣啦... 對啊... 到底為什麼要用吹風機啊... 啊...因為上面結霜了... 而且吹風機絕對沒有... 辦法熱到讓起司... 它不是... 它是把冰解凍而已... 沒有... 起司焦掉了... 它下面還放著熨斗啊... 所以其實它融化是因為下面的熨斗在加熱... 然後它這邊再把那個冰給融化... 我是覺得不太可行啦... 掃地... 喔...這個我們也會遇到... 卡到好多頭髮喔... 然後... 熱熔膠... 熱熔膠... 喔...欸...等一下... 欸... 欸...這還不錯欸... 好像現在很多那種... 賣哨靶的應該也有... 都會有內建這種東西耶... 是要去找... 而且我跟你講喔... 我發現一個盲點... 盲點在哪裡... 你看它這樣黏這樣啊... 它這個是收... 那個... 外面上是可以收起來的... 它怎麼收起來會卡住啊... 這有點算... safe但是... 又沒那麼OK的感覺... safe的生活駭客好不好... 然後... 但是你這個... 好不好... 毛毛說的盲點... 它這個是可以核蓋式的... 對啊... 收起來... 它就卡住欸... 你看它上面就有一個突突的東西... 你這樣子就... 卡不起來... 然後垃圾就會... 垃圾就會掉出來... 那就是等於沒掃... 要騎著跳起來是不是... 對...要騎著跳起來... 這什麼... 洗鞋子... 它把鞋帶放在外面... 對... 因為你整個放進去... 你這樣... 會... 打結或卡住... 或是... 就是可能卡在那個... 那個... 然後就是如果把... 鞋帶卡在外面的話... 就是... 單純在那邊轉... 就不會... 打結啊... 卡住或是一些其他的問題這樣子... 那你知道有個盲點嗎... 你把鞋帶... 拆下來... 啊...對耶... 你不把鞋帶拆下來... 你放在上面...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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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鞋子會壞掉... 對啊會不會扯壞耶... 拆下來... 鞋子跟... 鞋帶一起... 分開洗... 不行嗎... 還有一個更大的盲點就是... 誰會在襲擊洗鞋子啊... 對... 很髒耶... 啊... 殺了我... 誰會在襲擊洗鞋... 超級髒... 真的很髒耶... 嗯... 水泥... 水泥...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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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hat... 他...他要幹嘛... 喔... 在哪... 喔... 因為我沒有做過... 蛤... 這算OK嗎... 有必要打開嗎... 請問... 應該說有沒有什麼工具可以取代... 欸... 這是... 螺...喔... 熱熔膠... 直接盪... 就是太大了... 他就這樣轉是不是... 喔... 他把它... 就是熱熔膠定住了之後... 我們這樣轉他就會... 喔... 喔... 這還滿... 這個好像... 這...這算真的駭客... 這個... 欸... 有定住嗎... 有耶... 他就用熱熔膠把那個洞變小... 那你那個螺絲釘就可以... 合上去啦... 好吧... 給他過好了... 衛生紙... 折一半... 折一個三角形... 然後呢... 有水... 喔... 喔... 這個... 還滿... 滿美觀的耶... 好像可以耶... 而且這個很像是那種... 飯店的那種... 在清房間的人... 會用的小技巧... 這個還不錯耶... 可是... 誰在家裡會用這個啊... 捲筒是... 應該還是會有人吧... 不是我的意思說... 誰會那麼搞缸還... 我要先拆起來... 然後每個都要折成三角形... 然後再把它這樣... 強迫症嗎... 這啥... 肥皂紙... 這是... 對啊... 可以融化變成... 這不是生活駭客吧... 這哪裡來的生活駭客... 那是你買好的耶... 肥皂紙... 那是買好的... 那肥皂紙是買好的嗎... 對... 外面有在賣... 應該不是他自己做的嗎... 這上次還有駭客... 那... 這哪來的... 這哪來的... 哪裡的駭客... 這完全不生活也不駭客... 這就只是... 我買了一個東西拿出來搓搓搓用... 耶...好棒喔... 那不是這樣而已... 喔... 真的是... 喔... 他幹嘛... 明明就有更好的... 工具可以用... 不是啊... 你那個... 不是有那種... 就是磨那個... 蔬菜的那種東西嗎... 再不然你用刀子... 可是啊...蔬菜那個可能太薄... 再不然你用刀子切切也好... 你何必... 或是你直接用手捏碎... 我都認了... 你何必... 為什麼要用烤肉架的那個網子去磨啊... 而且那個還要洗很麻煩耶... 而且他掉的到處都是啊... 啊... 我... 我理解不能... 整理行李... 哇...其實... 欸你也太不會整理了吧... 看了我很痛苦耶... 嘿嘿嘿... 拉不起來... 好...我看一下他想要... 這拉起來才有鬼啦... 枕頭... 套... 喔...不要好嗎... 喔... 塑膠袋不好嗎... 對啊... 枕頭套有厚度耶... 這樣反而... 更摘不進去耶... 鞋子塞進去之後呢... 欸... 然後... 然後... 然後你就要走了... 啊...我好像知道他想要幹嘛... 只帶走... 那...對... 那去飛機上當枕頭之類的... 可是蠻智障的... 而且... 你的手又是拿著... 你不會... 買一個大一點... 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沒有錢買大一點... 其實不用蛋... 他只要會折衣服一點就好了... 好像是耶... 我覺得這是整理的問題耶... 對啊... 而且... 行李箱大一點也不好... 喔... 喔...各位... 看完了之後... 你們跟我一樣... 血壓升高了嗎... 這是一個... 暴氣大挑戰啦... 像我們剛剛這樣... 暴氣就算輸了... 你知道嗎... 喔... 在螢幕後面的你們... 看完之後... 有跟我們一樣... 暴氣或是受不了嗎... 如果有的話... 欸...恭喜你們... 你們也輸了... 而且你們是有嘗試的... 不要跟他們一樣... 可是現在這張影片... 充斥的在那個... Shorts啊... 或是抖音裡面... 然後... 有很多可能... 比較沒有嘗試的一些人... 可能就以為這是真的... 好不好... 大家... 要有一個... 分辨是非的能力啊... 聰明人要做聰明的事... 沒錯...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你們有什麼想要提出來的想法呢...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